在屋里躺着就能观察到屋外的情况 大橙子又开始下厨了 吃饭了 我看你做饭了 其实我已经能下厨了 但是就是懒 今天晚上做的啥呀 菜花 黄瓜炒鸡蛋 你不太鱼 你那豆腐汤 太想要了 我就想喝这个 白溜血 你不到行不行 行行行 这晚上就这么干炖要喝 已经开上过皮药木了 你这厨艺可以了 这练出来了 尝一下 这应该是我有一个多星期没洗头了 这个发型还是很涩有没有 就是后面躺的有点那啥了 听得嘞 主要是我头发太厚了 稍稍有一点了吧 能显得薄一点 这小姑娘的头发呢 现在瞅的就是忙忙躁躁的 几天没洗头了 快十天了 开饭喽 太幸福了 这不应该做的吗 我看网上有人说了 那个天天我就夸大橙子 这不就是他应该做的吗 你错了 男人不就得经常夸吗 你越夸他他越乐意干 那网上呢有都是 自己把最后一大吃了 自己把啥啥吃了 不过孩子老婆的 夸我他他更乐意干嘛 他开心了 我跟他学的 他也愿意夸我 吃饭 走无语了 不知道说啥了是吧 你说你呗 我干嘛对吧 我是不是夸你 你开心 你哪老东西 老东西 你不是说一会 一会我去屋子上 我都走回去 行 妥了 来给你饭 我吃饭 给你盛下汤 这汤老盖的 盖了 老好了 好 你喝一口 我尝了这姑娘 老爸去 饭太多 嗯 好吃吗 你不要做完整了 嗯 还有个大豆腐了 咱家窗外有豆腐 咱哥 又吃剑了 你都给孩子 走一眼 那把啥子 你再整点酱油 是吧 我真的觉得我们家做菜最好吃的就是大虫子 就是你再锻炼锻炼 你就是咱家的一级素食 怎么现在怎么语言这么多位呢 因为我不想做饭 我天天这样太小福了 就是进屋躺着也不用做家务 屋子都不用收拾 虽然大虫子收拾的没有我收拾的利索 但是我也想开心了 对你适当休息休息 所以我就适当留学留给你 我感觉我爸爸的厨艺真的超级棒 是不是 以后是不是就得叫爸爸多做饭 孩子都在吃饭了 你做饭 爸爸以后就进去了 你不虚的黄吗 姑娘 我是挺虚的 反正你做饭也是大火吃 我做饭也是大火吃 谁做不一样呢 不行哪天孩子做 一家人哪天孩子在尝试尝试 我看那个白兔说的 如果你喜欢他就给他做这个吧 锅中放少许的油 放入明菜鱼 添水 熬至奶白色 出沫 撇出来 锅中放入葱姜蒜 出锅 就这么一喝就行了 嗯 然后很好喝 嗯 学会了 严肃战斗 这个菜已经空盘了 这个省不点 明天还能吃 也就这么一喝 也就会让他来 是